在一众带播的古中剧中 杨子和张婉宜等主演的长相思 一直有着极高的人气 开播平台的预约数 也是早早突破了200万大关 绝对的为播鲜火 而随着暑期荡的临近 长相思也是动作平平 先是拿到了发行许可证 而后剧方也是为角色 开通了虚拟微博 再加上此前讹厂的片单中 长相思也是排在了 非常靠前的位置 开播的意思非常的足 并且杨子 张婉宜 邓威 以及谭剑刺等主演们合体 一起参加了综艺的录制 杨子更是在离开时 高举着长相思 带相见的牌子 为聚集开播预热和造势的意图 可以说是非常明显了 而按照目前的平台档期来看 长相思也是非常有望 在暑期档之初上线 成为鹅场又一步力推的 仙狗聚集 爆款潜质非常明显 电视剧长相思是改编自 童话的童鸣小说 由秦珍和杨幻指导 于上古时期人 神 妖混居的三国鼎立为背景 讲述了流落大慌的高兴王姬九瑶 在历经重重苦难后 找回身份 并在成长过程中 结识的多位男主 有着诸多感情纠葛的故事 整部剧融合了仙下元素 战争还有爱情等元素 是一部剧情非常精彩的作品 当然 长相思之所以能如此被关注和期待 虽然适合杨自领衔的演员阵容 密不可分 全员高颜值 清一色的古装男神和古装美女 还都有着不俗的实力 以及超高的人气 放在整个仙偶剧中 都有着极强的竞争力 作为统绩演员中的佼佼者 有着甜美的五官 气质出众 以及不断积累和提升的演技实力 杨子一直都深受观众的喜爱 特别是近几年 在作品里的表现 也是一次比一次好 尤其是古装剧 《沉香如蟹》 《香蜜沉沉静如霜》 等都是红机一时的绝对爆款 颜值高 演技佳 还能抗拒 绝对的实力型女演员 在《长相思》中 杨子饰演的女主小妖 也是有一段非常艰辛的成长过程 市井的古灵精怪 王姬身份下的光装显淑 角色的反差感还是非常大的 不过从预告和剧照来看 杨子与角色的适配度非常高 整体的代入感也够强 表现十分的出色 而除了杨子外 《长相思》的三大男主 也都是大家非常熟悉 颜值演技兼备的高人气小生 其一是张婉毅 作为同期小生中 演技颇受认可的存在 长相帅气的张婉毅 一直都被寄以厚望 再多不大IP 剧集中的表现也是足够的出色 乔家的儿女中的乔尔强 至今都让印象深刻 此番饰演的轩缘王子强弦 在剧中将和杨子是表兄妹的关系 角色线也是非常有看点的存在 其二就是邓维 作为近几年上身 势头非常迅猛的小生 邓维的古装形象 一直都非常出圈 虽然还没有一部 有分量的男主剧 但不论是在虫子 又或者是长月静明中 单刀男二号的邓维 表现都非常精彩 得到了诸多认可 此番饰演的图山镜 将会是杨子的官配 两位古装研霸组成的CP 也是让人非常期待了 七三就是弹剑刺 长相帅气 演技也足够的扎实的弹剑刺 同样是十下最具热度的小生之一 猎罪图件 逆安全玛丽出色的表现 更是让其成为了公认的 研制演技兼背形演员 这次饰演九头腰香柳 银白色的发型 略带邪魅感的妆容 角色的代入感非常强 打戏更是非常的精彩 有望再度刷新大众的认知 收获又以人气高峰 当然配角中的 王红艺与戴露娃 也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 古装造型出正 同样也为我们奉献了 诸多精彩表现 此番在长相思中的表现 也是非常值得期待 与长相思的整体实力而言 在杨子选手三位高人气的男主坐镇下 在颜值既正义的古装剧里 有着非常大的优势 暑期开播的话 或将成为写选前网 掀起追剧狂潮的大爆剧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 多多交流 我们下期见